男人正享受着日光浴 他惬意地漂浮在水面 完全没有注意到泳池底 正在大量排水的出口 直到狗狗的叫声将他吵醒 男人一看四周 顿时慌了 他游向泳池边 想要爬上去 不巧的是 留得指甲过长 他手指受了伤 男人迅速缠上了伤口 拿了气垫 可还是无法勾到上面 这时 他想起了岸边的手机 然后用衣服上的布条 穿着眼镜 想要去勾住手机 可惜他失败了 这是一个废弃的泳池 没人能听到他的呼喊 就在此时 鱼游打来了电话 手机随着震动 马上要掉落下来 男人看到了希望 不巧的是 岸边的狗狗失足掉落 在狗狗和手机之间 他还是选择了狗狗 男人赶紧拿着气垫 将狗狗拖了上去 幸运的是 手机连着数据线 男人又赶紧返回去拿手机 手机被薅了下来 可是却掉入了水中 男人此时很后悔 自己的手机没有防水功能 这时 他意识到了 必须马上堵住排水口 否则水位越来越低 就在他潜下去的时候 一个外卖员到了 原来是点了披萨送来了 而堵住排水口的男人 此时更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穿一条 戴装饰链子的裤子 好不容易挣脱束缚 男人大声呼救 可惜声音被淹没在了 发动机的轰鸣声中 男人筋疲力尽 他爬上了电子休息 过了一会儿 打不通电话的女友来了 他发现了在电子上睡着的男友 原本以为故事就结束了 可是女友却创意大发 他登上了高台 打算表演一套难度系数为 6.66分的跳水动作 给下方睡着的男友一个惊喜 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 泳池里下降的水面 就在此时 狗哥的叫声吵醒了男人 男人赶紧将女友救到电子上 并且取回了 用来堵住排水口的毛巾 时间到了晚上 女友脑袋受伤仍未醒来 泳池里的水 已经只有半人身 而此时 一个更大的危险正悄悄来临 泳池里正困着一对男女 一只上单鳄鱼正悄悄靠近 狗狗不停地叫着 任男人如何指挥也没有精英 于是鳄鱼打算先打个椅 可惜他眼神不太好 男人吓懵了 他赶紧潜下去 查看鳄鱼的去向 还好鳄鱼并没有异动 而泳池的水还在不断排走 过了一夜 水完全排干 眼前昏迷的女人 坐着的男人 张嘴睡觉的鳄鱼 成了这个池子里的主角 男人发现女友头上的伤口 还在出血 他得想想办法 随后便看中了鳄鱼口中的胶带 男人顺利取得 赶紧给女友止血包扎 男人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这里是废弃的泳池 几乎没有人来 必须自己想办法离开 他打开了排水口 正打算将女友转移 回头一看 游走的鳄鱼抢先一步 鳄鱼的危机暂时解除 两人只好静静等待救援 可一个不注意 鳄鱼又爬了回来 好在男人及时发现 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时间又过去了一天 女友已经醒来 可两人却饿到不行 他们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 而这时 他们发现了鳄鱼吓了蛋 转眼又是第二天 男人体力不支 晕了过去 而同样饥饿的鳄鱼 找准了机会 原来这是男人的计谋 两人在池底 利用吹来的树枝 钻木取火 煮熟了鳄鱼蛋 他们终于可以吃点东西了 吃饱后的两人 想办法离开泳池 可惜池身6米 两人加上一个沙发 也够不到池边 两人只好放弃 晚上 男人告诉女友 他们要转入排水沟 寻找出口 第二天 两人打开了排水口 鳄鱼也刚好钻了上来 两人趁机钻了下去 这里倒是有一个天井 不巧的是 也被锁死了 就在再次陷入绝望的时候 天空出现了一架无人机 男人被困泳池 已经四天了 而身后还有一只 虎视眈眈的鳄鱼 排水通道 还有怀孕的女友 就在无计可施的时候 天空出现了一架无人机 可还没来得及呼救 无人机已不见了踪影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 天空吹起了大风 一节钢丝被吹了下来 男人赶紧顺着爬上去 他忍受着剧痛 就在快要摸到边缘的时候 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而鳄鱼在此时 被他发起了攻击 求生的本能 让男人力气大增 他捡起身边的铁桶 对着鳄鱼 方框就是几下 鳄鱼蒙了 暂时离开了他 老天爷似乎总是和他作对 到了晚上 下起了大雨 女友所在的天井 也逐渐满了上来 男人再次爬进了排水空道 这次他有了新发现 前方居然在滴水 男人赶紧爬过去 他用尽力气打开了盖子 他高兴坏了 可当他爬出来 便愣住了 原来这里只是旁边的 另一个泳池 他还是没办法逃出去 精疲力尽的男人 返回了下方通道 时间来到了第七天 一架无人机落在了泳池 两人从旁边架好梯子 捡起了无人机 就离开了 他们并没有看到 沙发下的鳄鱼 男人听到有人说话 赶紧爬了上去 可还是慢了一步 幸运的是梯子还在 但鳄鱼似乎不想让他离开 男人和鳄鱼搏斗了起来 可倒霉的事情又发生了 固定梯子和水泥管子 滚动起来 将梯子带了上去 岸上的狗公越看越心急 不顾一切地跳了下来 掉在了半空 男人伤心不已 看着凶猛的鳄鱼 他抄起钢管 至此 本片的两只动物都领了盒饭 男人顺着狗狗爬了上去 而此时 天井已被淹没 男人敲开了盖子 救起了女友 好在经过抢救 两人都活了过来 本片主演两人 复演两只 低成本 却拍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压迫感 我们永远也想不到 意外会以哪种方式到来 生活虽然会经常给我们磨难 但也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 珍惜现在和身边的人吧 我是说尹先生 下次分享 再见